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天气状况非常的类似 中部与北地区比较稳定 但是南部地区可能午后会有短暂雷震雨 像昨天南部地区包括了高雄 嘉义的山区 这桩气象局还发布了大雷雨特报 所以昨天中南部地区的山区午后短暂雷震雨的雨势还不小 今天跟昨天很类似 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情蚀多云 降雨几率只有20% 降雨的机会不大 那么如果说因为热对流所产生的午后短暂雷震雨 估计大概也是在山区 而且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 但中南部地区的情况就不同了 那么午后短暂雷震雨的几率高达了70% 那么这一点其实对于中南部的山区 而且范围也会相对比较广泛一点 不过还是比较集中在山区 那么东部地区也是情蚀多云降雨几率1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5度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雷降几率30% 白天的温度也是28到35度 好整个西半部地区的温度的部分呢 当然还是非常的炎热 就平均温度来说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27到36度 中部地区是27到35度 南部地区是26到36度 那么这个温度的部分呢 极端温度呢 其实要看当天的云的变化 那么过去这两天呢 台北的上空云量比较多 当然就压抑了这个中午的时候的极端温度 不过昨天台北人就测得了37度 今天呢估计呢 云量会比较少 非常的晴空万里 就非常晴朗云量比较少 所以呢 可能对于温度上升来讲呢 这个整个热辐射热对流的关系 所以呢上升 这个这个热呢 这个温度上升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今天呢出现极端温度的几率就变得非常的高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宜兰都是28度 台南高雄花莲台东29度 澎湖现在测得的温度已经30度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165点 刷盘指数是27005点 涨幅0.62% 纳斯达克上涨了25.76点 刷盘指数是10706点 涨幅0.24% SNP指数上涨了18.72点 刷盘指数是3276点 涨幅0.57% 费城半导体则上涨了8.84点 刷盘指数是2105点 涨幅0.42% 昨天的美国股市呢 其实开平盘 那么在盘前的时候呢 一度它的期货盘是小跌的 因为中美之间呢 又发生了新一轮的这个冲突 那美国呢 突如其来的下令 中国大陆呢 要撤离 72小时之内呢 撤离它在德州的总领事馆 那这个因为总领事馆 它的等级就比一般的领事馆 要来的高 而在美国的部分呢 中国大陆在美国 美国在中国大陆呢 他们互相都设了有五个总领事馆 那美国突然宣布要中国大陆呢 撤离一个这个总领事馆 使得中美之间的冲突性呢 急剧的升高 你就很明显的看到 昨天呢 立刻的是股市下跌 尤其是港股的大跌 然后呢 接着看到欧股下跌 然后同时你看到 债券市场的价格上涨 殖利率往下降 那么并且呢 这个油价跌 金价涨 那么这是很立即的这个反应 不过很快的市场呢 就觉得哦 这个外交事件好像不会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就立刻呢 回复到了相对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美股呢 又转正 再加上呢 在盘中的时候传出来 现在美国最关心的就是呢 他们每一周的失业补助金 中央政府给的这一个失业补助金呢 他到底七月底到期之后 还会不会再发放 那现在传出来的最新消息呢 是美国共和党呢 希望能够先有一个临时性的延长法案 那么延长可以七月底之后 继续的发放这个失业补贴 不过一周六百美金呢 要降为一周 只有一百美金 好那这个呢 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油价 纽约油期货价格呢 则小跌了二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1.90美元 跌幅0.05% 北海布兰特原油小跌了三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4.29美元 跌幅0.07% 那至于在黄金的部分呢 则是出现了大涨 虽然市场呢 认为中美之间目前的关系紧张 只是选举因素 不至于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不过仍旧呢 使得黄金的需求是上扬的 那么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就上涨了 21.2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已经来到了 1865.10美元 涨幅高达1.15% 而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下跌了0.15个百分点 来到94.918 那么这个呢 主要的这个部分呢 是因为欧元的升值 欧元对美元呢 一口气升值了 百分之0.39% 因为呢 欧盟呢 通过的7500亿欧元的 这个复苏基金 3900亿直接补租 3600亿的低息贷款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大幅度的振兴了这个 对于欧洲呢 未来经济振兴的一个期待 所以呢 使得欧元呢 已经升值到了 1.1570美元 对亿欧元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的是欧洲 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事报 百分之股指数下跌了62点 刷盘指数是6207点 跌幅1%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了67点 刷盘指数是13104点 跌幅百分之0.51%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 则下跌了67点 刷盘指数是5037点 跌幅百分之1.32% 好 那么欧美股市的这个下跌呢 很明显的是受到了 这个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冲突的紧张关系呢 所拖累 因为呢 在这个中美之间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前 其实欧股还是上涨的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今天的早报新闻 现在呢 在美国呢 最关心的议题呢 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有新一轮的纾困 而这新一轮的纾困呢 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么因为美国国会呢 就到8月的就要结束了 就休会了 所以呢 8月初之前 他们就必须要达成共识 而第二个很紧急的就是呢 美国的额外的失业补贴 他们其实各州的州政府 都有失业补助金 那么但金额不一致啊 那但是呢 这一次因为因应新冠疫情呢 美国的联邦政府呢 额外的对于失业人口补贴 600美元的现金 这一个 没有 每周啊 600美元的现金 其实这金额 就这个中低收入者来讲 其实还是相当的高的 可是呢 这一个额外的失业补助款呢 它只有发放到7月底 所以7月底之前 如果美国国会没有办法通过一个 这一个延长案也好 或者是一个额外的纾困案也好 那么突然中止 可能会导致这一些失业的人呢 他们面临收入悬崖 那问题非常的严重 好 那现在传出来说呢 美国共和党想要将这一个 失业补助的额外金额呢 延长到12月 但是呢 金额从每一周 600美元减少为100美元 好 这个礼拜很关键哦 因为7月底之前呢 需要有一个新的共识 好 那不过呢 根据美国的这个彭博资讯的报道 现在呢 各国政府急着要纾困 所以不断的发放公债 然后由各国央行呢 借由QE的方式 我自己把自己的公债买回来 所以左手发公债 右手买公债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成为这一段期间呢 各国解决他的财政赤字的一种方法 但问题是呢 根据这个统计呢 今年下半年 目前看到各国所发放的公债总额 以及各国央行所宣布的 他们要这个量化宽松的金额 去做比较的话呢 那么估计有一兆美元的公债 找不到买主 好 就现在看起来 可能会有一兆美元的公债 未来呢 找不到买主 而这里面呢 这个欧洲的部分呢 算是稳定的哦 那么欧洲央行呢 他所承诺要购买的公债额度呢 远超过各国所要发放的公债额度的总额 而但是呢 公过于求的就是美国了 那么美国现在呢 下半年的美国公债的供应量 可能会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供给过剩 如果发现到最后呢 有一些公债找不到买主的话呢 可能引发的货币方面的这个冲击 将会相当的大 好 那么另外呢 要注意的是美国联准会呢 他的七月份的例行性的会议呢 预计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就要举行 现在市场呢 也对于这个美国联准会 在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呢 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高度的关注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科技业的超级财报啊 那么首先呢 是德州仪器啊 德州仪器呢 昨天所公布的财测 不管就他的营收或者是获利 都远远超过预期 营收的部分呢 虽然还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减12% 但比分析师的预估高 好 那么另外呢 在获利的部分呢 也比分析师的预测呢 高 那么而且呢 比去年同期呢 那么是年成长了5% 所以就德州仪器来讲 他的财测是用于预期的 那德州仪器受瞩目的原因是因为呢 他所负责的半导体呢 遍布各个领域 就他不是只是做汽车 不是只是做智慧型手机 他是遍布各个领域呢 都有广泛的客群 好 所以德州仪器呢 提到了 在家上班的趋势呢 那么激励的包括了笔记型电脑 伺服器这一些的需求 带动了订单的持续的升温 不过汽车的部分呢 那么销售下滑 所以影响到了这个后续的发展 那么可是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呢 他的财测呢 优于预期 可是呢 在盘后呢 德州仪器 在盘中呢 这个德州仪器的股价呢 却是下跌的 好 这个是下跌了百分之2.18 好 另外一个在盘后公布财报的是 Tesla Tesla的公布的财报呢 第二季的获利跟营收都高于一期 尤其是美股的获利 那么平均的分析师的预测只有3美分 那么而且呢 这个预测的非常的 Range非常的广 有的认为是 美股亏损2.53美元 到美股获利1.45美元 就没想到交出来的成绩 但是远远超过分析师的预期 美股获利是2.18美元 比最高的预测的美股1.45美元 都还要来得高 这一点呢 激励了Tesla的盘后股价 继续的大涨了百分之四 好 这个是Tesla 那因为Tesla呢 这一次公布的猜测很重要 那么如果 现在看起来是连续第四个季度 Tesla的这个获利呢 那么是正的 是有获利的 所以呢 这也就使得Tesla呢 它纳入S&P500企业的几率 大幅度的升高 那如果它真的纳入了S&P500指数的话呢 对于Tesla来讲 有股价继续吹升的效果 因为呢 市场就势必有一些被动型的基金 它必须要增加Tesla的持股 而且看起来权重 可能会高达百分之零点八 好 另外呢 泰国因为受到了疫情跟观光的冲击 所以呢 那么它的财经状况非常的糟 那现在呢 已经有至少包括六位部长级的高官呢 都是财经的方面的官员呢 请辞 其中还包括了这个泰国的副总理宋吉 它有泰国的经济政策沙皇之称 所以这个影响期非常的大 好 另外呢 中美之间又互杠了 那么影响所及呢 最主要的就是人民币 那么使得它的在岸跟离岸人民币呢 那么一度扁破了期 好 那这主要的是呢 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大陆呢 在72小时之内呢 关闭驻德州休斯顿的总理事馆 预料中方会反击 不过截至到尖临层为止呢 还没有看到它反击的情况 好 入股的部分呢 昨天受到这个消息的冲击呢 所以呢 涨幅收敛 上阵指数上涨了12点 收盘指数3333点 涨幅0.37% 深圳城址上涨了120点 收盘指数是13657点 涨幅0.89% 不过香港恒生指数则大跌了577点 收盘指数250557点 跌幅2.25% 好 那么在国内的部分呢 那么这段期间 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利讯啊 那么它呢 是否会取代台湾的苹果供应链 昨天呢 伪创跟合硕同步的宣布 入股利讯 这个消息显现的是呢 合硕跟伪创要联手利讯 一起来抢夺 苹果的订单 影响其实非常的大 好那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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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